一大群人下了車 有的背著大包包 像是要來登山 有的推著切割機器 準備半夜上工 沒過幾天 同一批人再度上山 這回改開小貨車 把到來的珍貴木材 一一搬上車 利用深夜時分 因為我們中橫公路 這一段都有管制 那個時段 深夜之後就沒有人 就是趁著深夜中橫公路 人言罕至 警方要抓現刑犯南上加南 只好和嫌犯鬥志 從去年11月開始 架設紅外線監視器 夜視鏡頭果然奏效 事實上這款監視器 原本在山林中 記錄像是台灣黑熊等等 保育類的動物行蹤 沒想到這回不排動物 改抓山老鼠一樣奏效 基本上他們是上去之後 他們會把這寸量好 量好之後 把東西集採在一個處所 不會當天就拿下來 一塊木材重量190台金 磅塵都快破表 遠景歷經十個月 繽紛多路 一共起貨紅塊牛樟等珍貴木材 市價起碼超過好幾百萬 但警方懷疑 這只是冰山一角 將持續追查 而這回首都動用 紅外線監視器 意外小兵立大功 謝謝彭俊銘 苗栗報導 臨漢核 臨漢核 臨漢核